来 空手道选手在高雄市长韩国瑜面前大展身手 这是去年全中运金牌的队伍 高雄市政府为了鼓励优秀运动选手留在高雄 特别编列1186万元的预算 加码颁发补助金 现在为了鼓励我们更多优秀基层运动选手 提升我们高雄市中运会代表的士气 所以我们教育局特别比照社会运动的体育选手加码 来发放我们补助金 前三名每个月来补助金额个人赛 第一名八千元 第二名四千元 第三名三千元 团体赛第一名的话每一个人五千元 第二名每一个人三千元 第三名每一个人两千元 预计我们要发放1186万 后期高中教练张耀仁表示 有了运动补助金除了激励选手 为了取得成绩 更可以帮助选手的生活获得疏解 因为家境没有很好 然后可以补贴家用 然后阿嬷膝盖也不好 所以可以把这笔钱 然后拿去给阿嬷开刀当医疗费 然后还可以买一些运动相关的训练装备 因为是单亲家庭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奖金去 来改善家庭的状况 去年全中印高雄代表队 一举夺得51金 42赢 59桶的好成绩 今年7月份将在屏东举办 各个学校密集训练 选手们在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做最后的调整冲刺 争取佳击 还有市场 董部长 赞 原市新闻 高雄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